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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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在生活或是工作上 有時候我們一些無心之過 就是會害到別人 我們可能覺得很好笑沒什麼 可是造成別人很大的困擾 有一些就是 不殺博人博人因你而死 而且很常像我們錄影 我們做效果什麼 別人會走心 對 很常會很常 每個人接受度不一樣 尤其幽默感這件事情 你很常用幽默化解一切對不對 幽默是最重要 我覺得就是從你人生 如果有幽默感的話 很多事情就好好談 對 就可以化解一下 對 遇到很多酸民或是什麼 來留言 罵我什麼 就給他幽默回應 我就回一個酸民一句話 他留言反正說我討厭你 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回他說 你好 我是舒子晨本人 終於一天讓你愛上我 潘老師 你有因為別人看你玩笑 然後害你 你覺得會沒有嗎 應該很多吧 這有一天不敢怎麼說 也33年了 33年 對啊 33年 所以你現在想說 其實到現在這麼久 然後到底有多少事情 讓你會覺得厭不下那口氣 我覺得我今天 我要在這個時間點 我要好好的 控訴 這個詞很硬 在這個時間點 所以說我要在這個時間 控訴這個人 在我生命當中 造成非常大的困擾 是 那這個人我相信 他其實不會只有 造成我的困擾 可能也有造成過 大家所有人的困擾 包括樓下的警衛 他都有可能 對不對 他控訴這個人 活著就是一個困擾 對 到底是 太誇張了 真的 你不覺得嗎 所以到時候 我這個一翻過來 我跟你說 你一定會 救他 救他 很不意外 是不是 麻吉媽媽 不是麻吉嗎 麻吉是歸麻吉對不對 一馬歸一馬 麻吉還有分 麻吉有分 麻吉弟弟或是麻吉哥哥 為什麼33年的這種梗會 還是這麼晚 忘不了這種梗 我們那時候沒辦法 就只有人有這些梗了 好不好 這個人 我相信我講這個事情 我想所有現場 應該大概都知道 因為我們也締造了 在友台收視率第二稿 輝煌 好不好 我有看那一集 你也有看那一集對不對 我們都曉得 其實你知道 大家可以看的時候 我們的表情就是非常為人正直 對不對 但是 有 但是 但是 但是因為這個人 他的不正經 他的誇大其詞 對 他的這個浮誇 造成了我們的生命當中 有非常大的困擾 對 他一直跟人家講說 我有跟 保母泡澡 他還告訴人家說 後來又跟 怨母泡澡 對 但其實是只有洗澡沒有泡澡 對嗎 洗澡 打磨 對 都沒有啦 我記得那個時候 好像這個話題圍繞了好幾個禮拜 一直在 什麼好幾個禮拜 而且他們還要去 上個月還在講這個時候 而且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新聞正確的時候 他還跟岳母真的去做筆錄 真的假的 放屁 跟岳母做筆錄 我跟岳母做什麼筆錄 我們今天是來澄清的 我們今天來澄清 對 我跟你講 因為他這樣的情況一搞 兩件事已經發生 你知道因為我們就是 我們在節目上 當然是給大家開心快樂 你最近效果就像你剛剛講 沒有關係 大家開心笑笑 可是有的人會當真的 對不對 有的人在電視機內的會當真 第一個 我老爸當真了 第二個 我岳父岳母當真了 岳父走心了 沒有樓下那個大陸管理員 他也當真了 他說 你怎麼跟老老爸母泡澡 你找個老太婆泡澡幹什麼 你沒有出息嘛 我怎麼壓你的 是很認真的 很認真的這樣跟我講 他說 你怎麼 我怎麼教你的三重四德到哪裡去了 你怎麼跟一個伯母泡澡咧 可是是那個時候 我記得播出的時候 你還是嘻嘻哈哈的 蠻開心的 你也有回擊 他不是都大便在沙發上嗎 對 但是我就是因為他這樣講 我才把他爭執的事情講過 哪裡犯 就決定不幫他保命 決定不保命 我是說真的 我就是沒有辦法 我已經忍無可忍了 因為你真的知道 某一些困擾 大家會有些人當真 你是播出以後開始 播出以後就開始 所有事情發酵 大家就開始出去外面 你為什麼要跟保母泡澡 對不對 我是問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我 我也是有眼睛的人 我可以看 我們現場這麼多人可以泡 我為什麼要找個 70幾歲的人泡 對不對 我們找這個年輕人的泡 多好 沒有人要給你泡 沒有 對 不要跟我泡 沒關係 我也不至於找到 70幾歲的人泡 人家是 那個時候你最受不了 是人家覺得你變態 對 不是 他不是覺得我變態 他覺得我不挑 不挑 這樣對我來講就不挑過 沒有 你不是也有學生問你嗎 我們那時候去上課 不是也有學生問 對啊 他還在課堂上解釋 所以我就要解釋 我不敢到哪裡 我都要去解釋 明明我今天去這個 有時候去出外做活動 會去演講 今天講的是如果去規劃 你的健康人生 請問你跟保姆泡澡 能不能健康不健康 這也會我要去解釋 然後重點是 我們那個保姆 就真的離職了 因為人家以為是真的 後來有找到新的保姆 我跟你講 你這樣 我到現在 從他那次講到現在 我們家不要什麼保姆 連保鏢都找不到 保姆 保姆 他會不會跟我泡澡 對 保鏢很緊張 你連保鏢 你到三倍人門去買個保利達 都買不到 我跟你講 保姆他是真的因為這件事情 對啊 因為他覺得 保姆 六七十歲 他也有小孩的人 他也有家人 他說 媽媽你怎麼會跟潘老師泡澡 我們之後 我回去我還跟他解釋 沒有 那誰已經開玩笑了 開玩笑的 他都以為那是真的 但其實很多人都以為那是真的 連包括我前兩天不是po了那個文嗎 對不對 我po了一個二十三十四十五十那個 我po了一個 我在微博上po了一個文 到現在還有文說 那個保姆還在嗎 但如果保姆是小很保會不會好一點 那也不一定 那可能要找糖 這等於說那個 這個謠言就會不公自破 對 其實我跟你講 那個我們真的有時候 節目上講講 我們其實也別當真 因為待會兒他們講 其實沒幾個是真的 我們講真的 我們講真的 真的嗎 老師 給你一個正式澄清 就是澄清 沒有跟保姆泡澡 洗腳而已 對 洗腳 洗腳也不在聊 好不好 我發誓 我是真的沒有跟保姆泡澡 我們只是為了在節目上 大家開開心心 每天開心過日子 好不好 但是玉琳哥大便是真的 大便真的 好不好 而且他真的是弄在我的沙發上 由於是他弄到沙發上 沒有關係你講 我們都知道 有沒有所謂 他還蹭 他那一蹭 那個面積就變大了 他面積變大就黃一大片 所以從現在講之後 我們現在有點抱負心態 也沒有 因為現在來我家的 不要講那個不在場的人 對 我們也不要講他 因為他現在來我家的人 我最後都發短褲給大家穿 因為一次我都怕 他上次來我家 我也發短褲給大家穿 我跟你講他們家超變態 他們家全白的 你們家才變態 他們家跟工技場所一樣 全白的 真的 你不能用變態兩個字 他現在會走心 對 對 好好講話 好不好 所以我說今天 如果說有再相信 碰到 路上碰到這個人 我跟你講離遠一點 OK 好不好 你真的愛他哪一點 就是離他遠一點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要控訴這個人 我相信 他的行為算是人神共憤 我覺得如果遇到 跟我遇到相同的狀況的話 我覺得你們應該會對他 恨之入骨 這個人就是 這麼討厭 他剪輯力很高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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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開始懷疑其他的來賓 也都是孔子 都是他 二連發呢 我跟你講二連發 我跟你講 首先群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對 恐怖恐怖 我跟你講我們群組裡面 有這位大德 然後還有小鐘哥 還有潘老師 我 詹老師 一群藝人 我們這個群 因為大家都是藝人 然後大家都在線上 所以說大家的時間很忙 然後有一次我就想說 大家很久沒有見面了 大家來約一圈 我們一起吃飯 然後你就看到很多人回訊息說 我可能會晚一點 然後就有人說 玉琳哥就說 我那天沒事 我會早點到 OK 我們約在一個紅酒吧那邊 在吃飯 然後玉琳哥說三點多 他說我到了 OK 群組就很多人說 OK 我也到了 我在路上了等等 到三點多 四點多的時候 你就看小鐘哥也到了 然後你就看群組上面 然後你就說 那個誰誰誰又到了 帶了幾個朋友一起去 我想那天已經很熱鬧 我想說我收工完之後 可以跟大家一起來 好好聚一下 聊聊天什麼的 OK 然後當我到的時候 已經八點多了 八點多我想奇怪 現場不是 那一天你到了就快九點 對 我那天晚上到了 然後我想說 因為我下班還會接我老婆 然後也過去 然後奇怪 明明群組很多人 怎麼現場只剩六個人而已 其他人怎麼不見了 然後 我們吃完就走了 對 然後很多人 我才發現說很多人吃完就走了 然後還有一些人 來喝個酒也沒有吃就走了 然後我看桌上全部都是酒瓶 最後到九點半的時候 因為喝茫的也茫的 然後要回去帶小孩 要回去陪小孩睡覺 哄小孩的 OK 我們九點半就結束了 我快到九點的時候到 九點半結束 我到了三十二分鐘而已 大概三十二分鐘 然後尷尬了結帳的時候 你知道嗎 因為我到九點半我要走 我怕結帳 大家要結帳 對 他的死穴就是結帳 我跟你講我好怕結帳 你知道我好怕結帳 不是因為沒有錢或怎麼樣 是 是 是捨不得 對不對 沒有...是捨不得 你才來一下下 我才來一下下 我捨不得 OK 那我想說 然後要結帳我就說 不是很多人嗎 怎麼現在很多人都不見了 然後就有人說 沒有 那個誰誰誰的朋友 吃完飯就走了 因為他晚上還有第二拖 我就走了 然後就等於說來來回回 總共裡面吃過這桌飯的人 有二十幾個人 最後剩六個 那就六個人要結喔 然後玉琳哥很大方 我想說 玉琳哥就說 好啦 那不然這樣好了 他一講這樣的時候 我想說 鬆一口氣 大哥要OK 要處理了 大哥要處理了 大哥就說一句話說 不然這樣啦 小鐘 彥均 我 我們三個人手上都有節目 我們三個人結 我說 沒有 他就說 手上節目最多的人結 沒有 他說 擅自幫你做主 對 他那個時候四個節目 他說有固定節目的人來結 我想說 天啊 只有小鐘 我還有玉琳 可能就三個人而已 然後我想說 可是這樣也太貴了吧 然後帳單來 那次一個人繳了一萬多塊 喝這麼兇 總共三萬多 但他才來半小時 對 而且重點是 但是我人到了 然後我說 天啊 你們酒是喝什麼 然後我看了List List這樣子有四張 我說你們三點多就喝 原來我才知道 玉琳哥約廠商 三點在那邊開會 三點多這樣 開會 開紅酒 他都喜歡搭順風車 然後我們買單 天啊 其實他那一張已經算便宜了 因為你看我們的群組 已經有沒有四年 五年了吧 四五年了 他才買過一次而已 我跟你講四五年他都吃sponsor 他來買一次 OK 你們這個群組的付費標準有沒有 比方說都是go dodge 基本上都是以廠商為主 不要亂講 我就是負責去談sponsor的人 招商的 對 我告訴你 只要是群組大家有約 你也知道那種 這麼多人 一個群組裡面有這麼多 而且都大咖 我們群組裡面說真的都大咖 但是這麼多人 我約約到一個 了不起吃一個buffet 一個人如果只是一千塊錢出頭 就看著會有巴拉巴拉巴拉 他聲音就會第一個出來 那太貴了 我要帶我老婆小孩去裡面 三個人要三千多塊 可是因為他 你帶老婆小孩子來吃東西 你可不可以吃好一點 因為他這裡一句話 就把我打入地獄 這個值得控訴 玉琳哥付費這個 我覺得還好 可是他還浪費 可是他後來發現 是從三點開始弄 可是他過去吃了人家三年不是嗎 不是 不是 玉琳哥可能也會算說 很有道理對不對 這個也有道理 等一下 Mina他們講的話 80%是假的 不是 他講的百分之百都是假的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跟他們出去 我好回答 跟他們出去 到底誰是真的還是誰是假 是好的沒幾頓 這是什麼啦 要大家的 好...這值得控訴 玉琳哥有機會 再回來的話好不好 對 如果來的話 他沒機會 對 如果他來的話就 停頓了一下 意義有滿深遠的 對... 他讓他自己好好平反一下 對 這樣比較公平嗎 對... 我們記在 還是他不會回來的話 我們可以再繼續講 對... 但他還沒有回來這樣 我們還有很多可以講 艾姊姐 我要控訴 我今天要控訴我老公 還好不是誰 不是... 不是... 嚇死人了 有一次 因為我老公就喝醉 然後回家 那天晚上已經很晚 我剛剛要入睡 我就聽他走進去房間 走到睡著之後 他又起來了 起來就走... 因為我房間裡面有個更衣室 然後我就聽到 怎麼更衣室門一打開 打開的聲音 然後就聽到水龍頭的聲音 就水... 想說 我的更衣室怎麼會有水的聲音 我就起來 我看到我老公在我的更衣室 尿尿 尿尿 我滿... 我的更衣室全部都是高跟鞋 你知道嗎 他以為那個更衣室是廁所 他半夢半醒 他就半夢半醒 嗆到... 對 喝到嗆 然後他就想說廁所到了 他就把門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 馬桶就在前面 他就開始尿尿 結果一打開來 我全部的鞋子都被他尿 我都是那種高跟鞋 而且好死不死 第二天我要去 就是不是上節目 我是代言要穿高跟鞋 我把鞋子還拿出來放在那邊 他就把我的鞋全部都尿一遍 尿一遍 我整個晚上在清那個 整個都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清乾淨 天啊 整個會滲透 對 它整個濕到裡面去 可是妳有跟他很嚴厲的 沒有 我叫他說 你怎麼在... 他說 什麼 發生什麼事了 他就裝傻 因為他就完全忘記了 失憶了 而且你知道第二天 而且我的腳是21.5 好小喔 好小 根本找不到鞋子 妳知道我是兒童還是高跟鞋 對 我可以穿兒童四號鞋 但是高跟鞋很難找 所以就是那種 你可能有時候還找不到鞋子 是鞋子好不容易收集來 對 然後第二天早上 我中午要去一個活動 早上就叫公司人 一直去找找鞋 找不到 後來請人家從高雄釣上來 那才釣了一雙 我的尺寸的鞋子上來 天啊 沒有尿味的鞋子 沒有尿味 沒有尿味 而且我只是六 七雙鞋子 你知道嗎 這會翻臉 真的會翻臉 然後我想到 他專門在收集鞋子 你看他尿他鞋子 不行對不對 這會翻臉 這樣會掉 我想到有一次我跟一個 大學生時期的好友Patrick 他這個人就是非常的古靈精怪 很調皮 我們那時候一起坐捷運 要回家 因為他是順路 比如說我這站先下 然後他下一站再下 我們都一起坐捷運這樣 順著回家 然後他就在捷運說 我們來自拍吧 我說好 那時候下班時間很多人 然後我就跟他在那邊自拍 他就突然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他用一個女生的聲音這樣 這樣子 什麼意思 他就這樣 這樣子一聲 然後有點像中邪 然後旁邊的乘客 因為是有點像女生的聲音 乘客都在這樣看我 然後他就看著我說 你不要隨便發出這種奇怪的聲音 好不好 然後我就 我有理說不清你知道嗎 當下整個氣炸 然後最後要出戰 這玩笑開的過火 要出戰 因為他家先到他要出戰 然後一出那個 打開 門正要關起來的時候 他就回頭大眼說 不要再打你媽了 然後門就這樣 就這樣關起來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 這張門 好賤喔 全部的人都在看我 這亂太大了吧 全部的人都在看我 開始暴擊 這張會翻臉 這張我可以把老神弄一樣 我很生氣 我就從這一截車廂 我走到下一截車廂 我沒有臉再待在這一截車廂 打媽媽這件事 他那嗡嗡就算了 你不要再打你媽了 這張是滿... 玩得滿意的 我嚴重的警告你 你不要再給我這樣子 嘻嘻鬧鬧 我真的會翻臉 他也是屬於那種ㄎㄧㄤ的 對啊 很ㄎㄧㄤ 真的 好 我要控訴的人 是我的表哥 表哥也可以控訴 有一天就是我表哥 就傳LINE給我 他就說他就是叫我幫他 他說他現在人在山上 然後他急著要買那個遊戲點數 然後叫我先幫他買 然後他說他回來 我要讓他來給我 我就說好... 那我說那這樣好複雜 我說我乾脆打給你 他說不要不要 我這邊收訊號 你就是按照這個順序買 然後我就按照這樣子買 然後我去便利商店買之後 我就跟他講說我買好了 然後他就沒有回我 我就直接打給他 我就說喂哥 我買好了你幹嘛不回我 然後他就說買什麼 我就說 你不是想我幫你買遊戲點數嗎 然後他就說白癡 我賬號被盜 然後我就說 那你賬號被盜 你怎麼沒有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 我剛剛已經匯款給你了 你買多少錢的點數 6000塊 對 對 一比錢 然後我就說 而且我那時候 一個月薪水才2萬3 對 女人超好 然後我就說 我剛剛已經匯錢給你 然後我就說 那你賬號被盜 你怎麼沒有公布 你剛剛要跟大家講 他就說 大家都會先問 大家哪會被騙 哪有那麼白癡 我就說 如果大家都這麼聰明 這世界上就不會有詐騙的存在 然後我就說 我是因為是你 你是我表哥 我才匯錢給你的 然後我就說 那你應該要賠償我這樣 然後他就說白癡 然後就掛我電話 這很過分 可是妳跟這個表哥是親的嗎 親生表哥 就是是我媽媽姐姐的兒子 我說關係是很親密的 就是我們平常都會放假 都一起吃飯 對 然後重點是 他掛了 掛了我電話之後 我們放假 就是假日都會回去阿嬤家吃飯 然後我就看到他在那邊吃飯 我說 哥 你真的很賤 你剛好掛我電話 我說怎樣 我說你就是你害我虧那麼多錢 我還跟我媽借錢 我說你要給我一點 然後他就不理由 他吃完怕他就走了 對 在外面做人 對 他就一直說 沒有 他就一直說 我很笨 他一直說跟他沒有關係 但是我意思是說 因為我覺得 像我自己帳號被盜 像我之前那個 Facebook帳號被盜 我就有告知我的朋友 我就是用那個 任何的同學 比如說你用WhatsApp 或是你打電話告知 因為你一定要通知 要不然 如果你的朋友很相信 他就會被騙 對 而且也會讓你的人格 受到影響 對啊 所以這個很值得控訴吧 應該不是因為我笨 那你後來有報仇嗎 沒有 我就沒有辦法報仇 因為我還去報警 你也可以把他叫出來坐捷運 沒有 你就在那邊 不要再打你爸了 不要再打阿嬤了 你要再黏夜犯報仇 因為親戚要有親戚之間解決 你要把碗筷收回去 我吃飽了 對了 哥 你不要再偷看我洗澡了 這個不錯 這個很好 他會掉 他會掉到黃河洗不掉 我哪有 而且我哥那個宅奶 他都會追那個棒球女生 我哥都會宅奶 他都會去追那種打棒球的那個 棒球啦啦隊 這個非常 非常好 這很適合他 期待你的feedback 對 拍一下 我想看 弄他 拍一下 我想看 好 今天要控訴第二個就是我的 我跟我一起打球 打了快20年的球友 打籃球的 這件事情 我終於可以說出來了 OK 忍了很久 因為我個人 球技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我去比賽的時候 我幾乎都在下面啦啦隊 然後幫忙罵對手 就在下面幹掉別人 好強好強 好準好準這樣 就是講風涼話那種的 然後那次我去比賽的時候 大家拿冠軍 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我們球隊裡面一個 Leader就是幫我們 我們球隊裡面有一個 就負責 每一場比賽都幫我們 付報名費 然後幫我們做球衣 然後幫我們訂球鞋 我們有對鞋 就是在講 因為他是大老闆 因為他這下都可以 抵稅還是什麼 我也不懂 反正他就包我們吃住穿 一個種招的角色 對...吃住穿喝全部包 那就比完賽之後 大家就去慶功宴 慶功宴大家去Friday吃飯 然後吃吃吃吃 大家聊天聊聊 發現說有一個球友明天要搬家 然後他就問大家說 搬家要注意什麼事情 什麼什麼的 問一問之後 就有一個人很假的你知道嗎 就說 那不然這樣好了 你不用請搬家公司 我們大家去幫你搬 大家去幫你搬 有車舉手 全部舉手 我也有舉 我想說OK 那我們就去搬 因為那時候氣氛很好 因為大家凝聚力很強的時候 那時候冠軍被放在桌上 這樣聊天 我就覺得說我們就瘋狂人 一家人那種感覺 熱血 就約明天10點半 因為我想說 但是我的車不是那種休旅車 因為很大張的人 他們都開休旅車 我是那種小小的轎車 我想說沒差反正我就去 然後去了以後 如果我沒有辦法載東西 我就可能就載人 就載人 載人 因為車子裝滿東西 只能坐一個人而已 然後我就載人好了 OK 隔天10點半到的時候 我真的快氣死了 只有兩台車 本來說好有六台的 到最後只剩兩台 一台March 然後另外一台就是我的車 我想說 可是然後搬家公司 也給人家KAN掉了 可是那個時候就要搬 我說這樣怎麼辦 我的車是 我的車沒有辦法搬 他說沒關係 你搬多少算多少 OK 搬下來第一個是書櫃 我的轎子 我的轎旅車 打開就給他搬書櫃 你知道那書櫃 拾木的 還不輕 我的椅子全部倒下去之後 扛上去 扛很重 他們用那種 就是頭先上去 然後用後面這樣子 扛起來之後推進去 在推的時候 我的後面那半把 磨到了 就整個磨到了 然後我們的車廂關下來之後 不是都有那橡皮的皮條嗎 皮條就被嚕掉了你知道嗎 皮條就沒了 橡皮那皮條就沒了 他們想說 可是那時候生氣就很沒品 可是你不生氣你又很火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搬完之後 因為那個書櫃裡面 它是空的 所以打開 它搬進去之後是空櫃 打開之後裡面再塞東西 我這樣搬了三趟 三趟搬完之後 我的那個後車廂有沒有 因為我是叫旅車 就是那種五門的 我的後面那皮條沒了 我的後座的那個什麼 後座的那個皮椅 後面被刮破了 損失才能 超心痛 就某個球友的一句話 說大家去搬 他打得怎麼樣 那個人 那個跟我一樣 也是坐我旁邊板凳 他有來嗎 他沒來啊 好過分喔 你後來有跟他們反應這件事情 我說你們可不可以最少 先發就算了 板凳幫他幹嘛 對啊 我想說 要不要大家稍微賠一點之類的 還賠一點 沒有啦 我就自己處理掉了 這很厚耶 這超衰的 他個人有個性就比較計較 不是計較 他剛剛在那邊覺得 比較不敢計較 我是不敢計較 因為計較 你屁啦 你不敢 你敢 他才能計較 他才能計較 不過正會很厚 會很厚啊 對 因為球有不到真正那種 格爾門的那種 還要幫他做這個事 很衰 就當好人 不然傳出去也不好聽 就自己花錢弄一弄好了 真的 傳出去已經傳出去了 愛綺姐 我要來自首 自首 自首 對 自首 蝦放我 蝦放我 不要先尿 不會好不好 沒有 因為每個月 對 我老公他都會跟他 經營健身房的一些員工 還有一些會員去淨灘 就是去海邊 淨灘 淨灘 對 很棒 因為去海邊淨灘就是要車 因為我剛好開一台小人開大車 就開了一個七人的座位的車子 所以他就說那你借我好了 我說好 結果好止不止 第二天他們要淨灘的前一天 我剛好在就是東區 在我們街上附近 就是喝了一點小酒 所以喝酒不能開車 所以我就把車停在我們 健身房門口那邊 就是路邊有那種停車格 那就回家 反正第二天他在坐計程車 來就好了 然後我回家之後 我就忘記把鑰匙放在一個 我們都會就是放在一個玄關 一個進門的地方 一個碗裡面 對 反正大家只要用車 就是去拿鑰匙 結果我就忘記了 忘記了第二天早上要起來 找不到鑰匙了 糟糕 五點半起來 找不到 可是我不知道他怎麼去收到 就是有一個備用的鑰匙 可是那個備用鑰匙 已經很久沒有用了 然後他就想說找到了 結果他就穿鞋子 要坐計程車 坐到一半的時候 發現備用鑰匙忘了帶 所以他又從 因為我們家樹細紙 又去東區很遠 所以他又再回來 去拿了那個備用鑰匙回去 這樣來回已經 車費已經差不多800多塊了 好了 到了現場 他就一按B 沒電 鑰匙沒電 沒有電 怎麼辦呢 他就想說怎麼辦呢 是不是這樣打開來會打開 因為他就 因為就慌了 因為大家都在等了 結果一打開來警報氣響了 結果就剛好巡邏的警察來 就說看他是老外 就說這是你的車嗎 他還跟他說不是我的車 因為事實上是我的車 結果老外就說那你有什麼 那個警察就說那你有什麼證據可以證明 這是你的車 就是沒有證明 因為門打不開來 裡面就是行照都在裡面 然後門又打不開來 那個鑰匙又沒有電 你老公應該抓狂 他整個已經快不行了 然後去7-7去 搶警槍會不會 白人要出派 情緒高漲 這是我的車 白人 然後那個警察還說 那你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那個警鈴不要再響了嗎 因為所有人都起來 我來早上6點 那個旁邊住的人都起來看 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很大聲 他說我怎麼有辦法 因為就是沒有辦法 後來他就好不容易到 就問到24小時的那種 五金航店 騷開 對 沒有 他有賣那個 就是小電池 小電池 門口氣裡面不是還有一把 可以開的鎖嗎 對 他就是因為用那個鎖 打結果警鈴響了 不知道為什麼 結果他就好不容易弄了 這樣一稿兩個多小時 然後因為人家都來了 所以他就還是載人家去海邊 去那個金山萬寧而已 全都白人 然後很熱 沒有 還有台灣人 然後就很熱 天氣很熱 然後回來之後 就看到我在那邊吹冷氣看電視 然後我說你回來了 然後他就突然間說 你知道這把鑰匙沒有電嗎 然後我說我不知道 結果他就一轉頭就走了 一個禮拜都不跟我講話 一個禮拜 真的氣到 真的氣到了 因為他整個這樣來回 然後就 太遮騰 太遮騰 太衰了吧 自首 對 我自首啦 對... 也有一個故事要講 這真的是我人生 到目前為止 是人生真的一大污點 我那時候是坐高鐵 然後我就匆匆忙忙買了壽司 然後我就上了高鐵要吃 然後我就坐下來 你們都知道有那個醬油包嗎 然後那個醬油包擠一點點之後 我要倒進去的時候 噗噗一下 整個尿歪的狀態 射到旁邊 射到旁邊的椅子上 就這樣完美的弧線 射到旁邊的椅子上 然後我想說算了 因為我身上也沒衛生紙 然後桌上很凌亂都是食物 想說吃完我去廁所 拿衛生紙來擦 好 然後我就吃吃吃吃完 我就去廁所 然後拿一把衛生紙這樣 走來我位置上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穿著白色的褲子 坐在我剛剛那一團醬油上面 好帥喔 然後我就傻眼你知道嗎 然後我手上就這樣 抓著一包衛生紙這樣 然後看著他 然後他就看我這樣子 好猥褻喔 然後他就說怎麼了嗎 對啊 然後男生拿衛生紙會很猥褻 對 只拿衛生紙 因為我傻罵你知道嗎 我就這樣子 思想我錯 然後他就問我說怎麼了嗎 我說沒有 然後我就這樣把衛生紙 這樣放在身上之後 我坐裡面 然後我就坐下去 然後我在位置上 我就一直很忐忑不安 我想說他到底有沒有沾到 我剛剛普及的那一段 就是那一攤醬油 應該有吧 然後他那時候我就發現 他那時候在就辦公這樣子 挺直著腰 然後坐前面在用電腦 然後我那時候就這樣子 擺著這樣 臉這樣 我就一直想要往後看 我就這樣 想要一直看他屁股上面 到底有沒有醬油 好想變成這樣 就那個電腦本 反射看到你的看他 因為我很不安 我一直在想說 我爸跟他道歉 然後跟他講這件事 然後我就一直不停的 一直偷瞄這樣子 然後他就發現了 我好像在偷看他屁股 然後我那時候衛生紙 還放在我前面的那個桌子上 然後我想說不太對 因為他好像那個 他就這樣遮了一聲 看了我一下 然後我就... 所以一切的所有事情 感覺都是有計畫性的 沒有 他就這樣遮了一聲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不太對 我好像就是讓他做到醬油之外 我還被他以為我是變叛 對 然後我就想說這下真糟糕了 然後我想說好 我要跟他講 然後就正好要跟他講什麼 他就... 好心出界車位竟然發生這種事 因為我們一搬進去之後 整棟鄰居官委會什麼 都會知道有個藝人搬進來的 OK 然後我那時候就去 我也想說想要跟鄰居們示好這樣 然後我就去跟我們管理員說 我的車號是幾號 如果有人要停的話 我是可以釋放出去給人家停 有一天然後那天很早很早 差不多6點多的時候 我先聽到我們這棟大樓 有一個砰的聲音 然後我就問管理員說怎麼了 他說你的車位 我說 然後我就想說這下真糟糕了 然後我想說好 我要跟他講 然後就正好要跟他講的時候 他就移到另外一個位置上去坐 因為那是三排的 然後他就坐到外面那個位置 所以就打消了 我要跟他講的這個念頭 然後我想不行 我覺得我人格很正直 所以我一定要跟他講這件事 這是絕對必要的 然後我要跟他講的時候 倒站了 他就起來 我就說小姐... 他以為我要幹嘛你知道嗎 他就走很快 他就往前面那個車廂走 我也不知道他是下車了 還走了沒 然後我就一旁邊一看 他真的一大潭的醬油 然後我就在他屁股上面 真的 當下那天我覺得 我讓這個漂亮的女生 屁股上面一團黑之外 我還被當了變態 屁股一團黑是什麼 奇怪的奇怪 真的 人家會以為他爪色一點 對啊 我就... 對 真的會 真的會 我到現在講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是 你講話可不可以文雅一點 你纏染那些 沒有 真的是 就... 真的是讓我想說 黑哥 那個畫面 真的就像是玉琳哥的那一團 你知道黃黃黑黑的 爪牌 對 所以我真的在這邊 如果那天 就是那個女孩子有看到 我真的不是故意 我也不是變態 我真的不是故意 你的邀請 真的是對不起 很危險 我要自首的是 我的HOLD B 我跟我的HOLD B自首 OK 我很久很久以前 買了一間房子 然後房子很小 然後那時候又有附個車位 然後我們那個房子很特別 它是在巷子裡面 然後巷子裡面 它原本 但是我們那一棟人又特別多 所以它原本建商 給的車位是很少的 但是我買那個房子 是剛好有車位的 所以因為附地很小 所以它那個車位 是機械車位 然後我買的時候 它付給我車位 也是機械車位 可是你知道嗎 在沒有車位的狀況之下 即使是機械車位 也是大家搶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 我剛買的時候 因為我也沒有錢 所以我也沒有開車 所以我那機械車位 幾乎是沒有用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因為我們一搬進去之後 整棟鄰居官尾會什麼 都會知道有個藝人搬進來的 OK 然後我那時候就去 我也想說 想要跟鄰居們示好這樣 然後我就去跟那個 我們管理員說 我的車號是幾號 如果有人要停的話 我是可以釋放出去 給人家停 因為我想說大家方便就好了 我也沒有跟人家拿租金 因為我覺得 反正也沒有多少錢 反正就讓大家方便 然後我有車的時候 我再把那個車位拿回來就好 然後有一天 然後那天很早很早 差不多6點多的時候 我就聽到有那種 很像拖吊車的那種聲音 我先聽到我們這棟大樓 有一個砰的聲音 然後過了差不多半小時 我就聽到拖吊車的聲音 拖吊車它有那個 閃燈 然後我們那巷子裡面 都是在那邊閃燈 然後我就醒了 我醒來 後來我想說 奇怪 怎麼會有拖吊車 OK 然後那天 我也是要上工作 然後我就到樓下去騎摩托車 我都看到我們家拖吊車廠的門口 已經封起來了 然後我就問管理員說怎麼了 他說你的車位斷掉 那個鏈條斷了 我說真的假的 你升降了 對 我說真的假的 那我說那有人怎麼樣嗎 他說沒有人怎麼樣 因為他說人還沒進去 他在跑的時候就斷掉了 所以沒有人在車裡面 我說那還好 他說郭先生怎麼辦 現在你的車位現在出事了 你要讓大家知道 我說先處理好再說好了 先不要跟人家說是我的車位 我說先不要跟人家說是我的車位 你的糾紛 對 然後我就說 那那台車有沒有怎樣 他說車子好像被上面那個 那個城板壓扁了 我說是什麼車 他說不用 我說天啊 我說可是我那時候想說 還好那時候我沒有車 不然的話就是我的車了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車位 你只要一個地方壞了之後 你是整排都不能用 因為它是連在一起 因為它是連動的 它沒有辦法說 我這邊先停掉 這邊再開始 因為它的鏈子是一起的 OK 然後就因為 我的車位壞掉之後 我們那個時候有半個月 我們所有的車位都出不來 然後大家都 半個月 對 大家都搭計程車進出 所以我要跟我鄰居 自首說不好意思 真的 郝老師 妳最後要來一個猛的 我最後要來一個猛的 我是覺得其實 好朋友真的是歸好朋友 是真的是很好 就是只有好朋友 才會care這種事情 但是還要互相尊重 才會互相對不對 我覺得平常就是 就算他沒有東西吃 我們也會買東西給他吃 家裡面停水停電了 我家還會讓他來我們家洗澡 然後帶著他小朋友 就是他人不在的時候 對 人不在 我們還會照顧 譬如說他的老婆小朋友 跟著我們一起玩 所以我對他已經夠好了 妳的朋友是去坐牢還是什麼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個朋友常常會出一些狀況 那我今天控制這個人 我相信大家跟他也是滿熟的 對 我一打開 我覺得大家也不以為意 為什麼 因為今天有很多的情況 你光他聽他講你就知道 他絕對不是一個好東西 對 就為了這個潘若迪槓上郭彥均 我急著出門的時候 我忘了帶一個東西 引擎金你知道 要有一個盒子 你臨時救急的方式 就是在那個飯店裡面 拿兩個杯子 暫時用個水裡水 泡個水一下 就稍微放一下 第二天早上起來 我發現我那杯子裡面 水都沒了 這家伙三一半夜 他一杯把我喝掉 我跟你講 另外一杯 他說 因為今天有很多的情況 你光他聽他講你就知道 他絕對不是一個好東西 怎麼有我 怎麼有我 是不是在現場 太硬了吧 你怎麼在現場 請問你哪位 太硬了吧 不是 我跟你講 請問你哪位 我驗福 對 驗福 對 其實他們兩個都差不多 你是在控訴我弟嗎 都差不多 好不好 我跟你講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也是去跟他 我們出一個外景 其實很奇怪 我們有好幾次外景 都是我們兩個會住在一起 對 我們會住同一個飯店 其實我們是這樣 因為第二天外景是因為非常累 而且我們那天是在建福山對不對 對 我們在建福山 因為出外景的時候 他已經一整天下來 還有兩天 然後第二天我們要再繼續 那天回來這個房間裡面 因為是這樣子 可能是 因為他平常我們睡覺的時候 我們中間是 我們是兩張床 中間就有一個所謂的 走道 不是走道 那個 床頭櫃 床頭櫃 對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他是奇怪 他睡覺的時候他喜歡弄 搞很久 搞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他為什麼 他在浴室裡面他會弄很久 然後他又喜歡在 每次喜歡就會在自己的行李箱上面 會拿那些 他的衣服都會放到塑膠袋裡面 他會辦那一室他會這樣 好討厭 超級討厭對不對 引起你注意 對 我根本引起他注意 我是這樣 我是因為我習慣 習慣性早睡的人 那我那天睡覺的時候 就有發現一件事 不然熬夜 我不熬夜 不能有光 對 我是不熬夜的人 但我知道我跟他的狀況之後 所以我 只要我跟他住 我一定會戴耳塞 跟戴那個睡覺的眼罩 對 那就是這樣子 你一點光都不行 不太喜歡 他睡著跟大體一樣不會動 真的 你要體諒他 他只要看到一點點光 以為人家在揭發 他很早睡 會叫 不是 我就怕他接錯人了 所以我必須要保持清醒這樣 好不好 對 那天是這樣子 你看我這個人夠夠朋友 我們是在台中 我們是出外景 所以那天變成我要開車 我開車 他常常就說 你這個 你就順路嘛 你就順路來接他 請問一下 我住內湖 他住新店 請問順哪邊的路 不是 我跟你講 他很難相處 製作單位明明就是 包一台遊覽車大家坐 他就是不要 他就是要自己開他那台車 不是 因為 帥 因為你知道製作單位 你要跟製作單位一起走 那到三星半夜 他很久他才會收工 我們可以先走 對 像我跟小康外景 我們一定都客氣開開 我們就先走 我是對他好 那你居然知道你幹嘛坐我的車 你就坐製作單位車就好了 是你叫我坐的 你放屁 他叫我坐的 他很舒服 翹膏了 你會到底誰叫的是真的 不是 我現在講是真的 我先聽我講 他叫我坐的 那一天晚上我很急 不是 那天晚上我很累 我就要先睡一下 我已經開車去接他了 但是因為我想 因為我急著出門的時候 我忘了帶一個東西 隱形人機你知道 要有一個那個杯子 就是那個 盒子 對 可是你出去你就忘了帶 那沒關係 你臨時救急的方式 就是在那個飯店裡面 拿兩個杯子 暫時用個送禮時間水 泡個水一下 就稍微放一下 那我因為先睡了 我沒有帶 我就我沒有帶那個東西 我就只能放兩個杯子 放到我的床頭櫃 然後隱形人拿著再放 隔邊放一顆 只能在那邊睡覺 第二天晚上起來 我發現我那杯子裡面 水都沒了 為什麼 我告訴你 這家伙三一半夜 他睡覺很討厭你就是 他一個晚上睡覺 他可以起來三到五次 他一直要尿 他夜尿 他夜尿等他起來說 他冷氣吹得太冷 他覺得說太渴 你知道 他一杯把我喝掉 我跟你講 另外一杯他說 一杯不喝 他把我那一杯 就兩杯一起喝掉 我也先聽他把我喝掉 你知道嗎 跟他睡覺 那個房間有多冷嗎 殯衣館都沒那麼冷 他那個是冷到 那個風是看得到那種 大體妹要冷一點 那種風你知道嗎 你要體諒 這跟剛剛那個感覺是 他先實習 然後你知道嗎 因為冷氣開很強 整個房間很乾 我要知道 這樣我那個人保持新鮮 然後都洗 然後你整天曬太陽 那個皮膚很痛 我說老師可以不要那麼冷 真的太冷了 穿著浴袍睡覺 幹著裡面都在冷 你知道嗎 那你請問一下 我已經有告訴過你 說你喉嚨痛 那你幫我眼線喝掉幹嘛 不是 他旁邊一瓶水在那邊 不是 他有放血在那邊 我說對啊 你自己已經 放了一瓶水在那邊 你幫我眼線已經喝掉了 我跟你講 那你奇怪 你自己的不喝 你喝了眼線有水到嗎 冰箱裡面放點水 你喝的時候你在那天 第二天打你眼睛有更亮嗎 你眼睛也沒有比較亮 對不對 然後我剛剛講那天 不是 你聽我說那天 我們第二天玩的是什麼 我們第二天玩一個遊戲 我們一人10秒... 對 我先講 請問我在控訴請問你哪位 不是 你可以講不實的 我沒有講不實 還有後續 那一天我們一大早 我們玩的是什麼 那一天我們一大早 我們玩的是什麼 玩的是要丟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上面有數字 我600度 700多度 我根本看不到 因為他把我喝掉了 你是整天沒有眼鏡 整天沒有眼鏡 你怎麼說過 你怎麼丟那個球那麼亂丟 你丟1號丟不到 你就偏偏丟 丟到2號 然後我那天我們就被處罰 10秒到了... 礦泉水 我跟你講 那個房間礦泉水全部沒有了 為什麼 他一個人要喝一罐 另外一罐要拿來泡他那個 然後他也要泡假牙 你知道嗎 泡假牙 你們媽爆屁 你媽講 根本沒有辦法 你不要亂講啊 你假牙 你不要一件 你不要爆假牙 多雪白的牙齒 你看是什麼 我跟你講 你是不是證人 證人沒有說鬼話 牙齒比我女兒還白 你要這樣 我要講囉 好 我跟你講 那一天了 我告訴你 你不要罵髒話 那一天是真的 我牙齒白是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全吃罐怎麼樣 我牙齒不能白 你不要講 那一道都不合理的 沒有 聽我講 我當然會喝水嘛 重點不是那個 你把我隱纖已經喝掉了 就算了 那天我們玩遊戲輸 我們被懲罰 那天回來弄全身髒兮兮的 自己不會玩好不好 就是因為你 因為我跟他一組 就丟了那一個 對 就丟了那一個 因為我們這樣就被懲罰 被倒那些什麼爛泥巴掉這樣 我們回飯店洗澡 然後他說好 那就穿了衣袍 去泡泡澡 去泡一下水或什麼的 OK 大家整理完東西要走了 他把魚缸的水喝 那天晚上 不是 那天晚上要開車 我沒有演技怎麼辦 危險 我只能叫他開 他心不甘情不願意 開了就算 我們就走了 在高速公路上 而且你的車給別人開的嗎 我本來不給 可是沒辦法 因為只有他能開 他一邊開車一邊幹掉 就那邊講 但是重點是我們上高速公路 不到半個鐘頭 電話響了 潘老師 不好意思 你把我們的睡袍帶走了 睡 洗衣服 不是 那個就是洗澡 要穿那個睡袍 他反正睡袍 ㄎㄧㄤ 走 上屁啦 ㄎㄧㄤ 放在行李箱裡面 人家以為是我耶 咳... 沒有誰咳的 沒有咳的 老婆 不要咳 我跟你講 沒有人在咳 就睡袍 帶走了 你現在毀謀 等一下 會毀謀嗎 我沒有毀謀 黑人 我跟你講 我是省 你要人格會擔保 我是省 可是不是沒有人格的 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 還是不小心的 沒有 但人家打電話 因為兩個 潘老師 我們睡袍 不好意思 我們睡袍 不好意思 我們睡袍很便宜 1千2百塊而已 等一下 我先講... 為什麼浴袍找不到 因為我們去游泳嘛 跑我找 然後我是穿著浴袍出去 但是我穿著浴袍出去 我是圍著圍巾回來 我是圍著裡面 你忘了放在那邊 對 我是放在三溫暖那邊 我沒有帶走 你的浴袍是在你的行李箱裡面 後來我們... 後來我們把行李箱 後被行李箱打開 把救你給我過來 我看出來了 怎麼樣 我不要動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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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誇張了 心李箱 嚇壞了 怎麼可能抽那個 後來那一天 我後來把車開... 沒有... 因為人家拿走 我們沒辦法 結果把車開回去啦 所以把它還給人家啦 還有我這邊有不小心帶 我不知道放哪裡 怎麼在我行李箱車的後面 不要 我真的完了 我真的一絲英尼 尾玉大陸的 你不要亂講話就對了 你不要亂講話就對了